世界在变 寻找生活中的智慧和快乐不变 你姐爱我就快乐 我要什么想 唤一样 换一种心情就在快乐驿站 亲爱的圆圆 我唯一的老公 今天是你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你唯一的爱妻方法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你 哎呀 我说芳芳啊 今儿是什么日子啊 你就在家里听收音机啊 我不在家听 我站马路中间听 你愿意警察能愿意吗 我是问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星期六啊 就光是星期六 当然是星期六啦 你非说是星期片也没人把你抓起来 难得到你这岁数容易得老年痴呆症 哎呦 这急死我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生日还早着呢 这怎么不懂啊 祝我生日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哈哈哈哈 你真是在这样的啊 给你 知道是你四十大寿 行了吧 哈哈哈哈 你真是逗我妈啊 哈哈哈哈 哎呀 啊 就光这个 再没别的了 啊 大人有了 给你 这 这不是我送给你的吗 怎么又还给我啊 哎呀 这收音机当然不是送给你的了 啊 送你的是这里边的 电池啊 嗨 这更不是了 那是什么呀 这是 送你的是这里边的歌 我给你点了一首歌 你给我点了一首歌 真的 哎呀 我告诉你啊 昨天呢 我一期电台 我说 方女士要给她的丈夫 袁先生点一首歌 啊 人家一听 那叫一热情 热情的告诉我 点歌都已经全满了 啊 我跟你商量啊 啊 我说 我丈夫这么大岁数了 好不容易才过一次生日 人家一听挺同情我的 啊 说 尽量给安排吧 那后来情况怎么样啊 他不知道呢 哎 搞了精力时间到了 啊 到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您好 又到了我们热线点歌的节目时间 今天呢 一共有三位朋友点歌 第一位点歌的朋友是 外科大夫 陈先生 他要为他的患者 王小姐 点拨一首 偷心 哦 这怎么听这么悬啊 第二位点歌的呢 是一位先生 他说 还记得吗 那个夏天 在游乐园疯狂过山车 翻滚的瞬间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草坪上的视频 于是我就决定把我的一生交给你 这更悬了这个 最后一位幸运听众是 袁先生 今天呢 是袁先生 四十岁的生日 为他点歌的是一位姓万的小姐 万小姐祝他生日快乐 必须要告诉他 我永远爱你 说 怎么回事 这姓万的小姐是谁呀 我 我好像不认识什么姓万的 好像不认识 不对吧 好好想想 别让我帮你想起来 那性质可就更不一样了 别别别 我自己想 我自己想 万 万 万家乐 万宝物 万宝物 你少废话 不许必动就轻 交代实质问题 我真的不认识什么姓万的 不认识 我给你踢个响 你说 你可跟我说过 你们单位有你的姓万 为人特别热情 见谁跟谁打招呼 尤其对你还特别好 是不是他给你点的歌呀 你是说那开门的万大妈呀 开门的 别的我就不说了 他老人家今年六十多岁了 他给我点歌 他给我点炉子还差不多 我中学有个同学 他姓万 那是我初二的同桌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 问我接半块相提 你也曾无一种说起 喜欢和我在一起 真浪漫啊 其实也没什么 我们就是在一个学习小组 一块做作业 你是不是还管人家 借过半块相提呀 你怎么知道的 他是不是偶然说起 愿意和你在一起呀 这我倒记不清了 你现在还来得及去找他 你顺便告诉他 你娶了多愁善感的我 我把他给你写的信 都扔到了风里 你把他给我写的信 扔了干嘛呀 他什么时候跟我解过信啊 我们这多少年都没联系过了 还没联系 这都给你点歌了 还不算联系 你还想怎么联系 你们指不定背着我 都联系成什么样了 你这个人真没劲 你是不想过了吧你 不过就不过 你爱说不过 我已经牵了手的手 男生还要一起走 一曲牵手是万 哦 是方小姐 呀这个点写的实在是太靠上了 刚才我没有看清楚对不起 这曲牵手呢是方小姐 送给袁先生的生日礼物 他要对袁先生说 谢谢你给我的爱 让我们永远牵手走过 快乐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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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议站